不管路有多長 黑暗是殘暑 烈火的燒我 都要去接受 永遠不會痛 金寶 金寶 姐姐在跟你講話 你都不理我 這樣沒有禮貌哦 好 金寶 你陪姐姐一起畫畫 姐姐教你 怎麼認廁所的標誌好不好 再來 菁姐姐姐你不用 你們先到外面休息一下 把金寶交給我 讓我試看看 你放心 我可以的 好 豪 你來 金寶 其實呢 要分辨男生跟女生的廁所 很簡單 有一些男生 廁所外面的圖案是煙斗 你知道煙斗怎麼畫嗎 煙斗有一個胖胖的身體 然後一根管子 上面還有冒煙 還有的是鬍子的圖案 因為只有男生會長鬍子啊 對不對 像這樣 最常看到的就是一個小人 站得直直的 而且這個小人是藍色的哦 那女生的呢 有一些是高跟鞋的圖案 像這樣 高跟鞋有什麼 細細的鞋跟對不對 還有啊 就是穿裙子的小人 而且是紅色的 紅色在哪裡啊 姐姐 我會 我會 你真的會嗎 那你畫給姐姐看 好 你放心啦 我覺得她非常的有愛心 跟耐心 會不會只有三分鐘熱度啊 就連我們兩個有時候都搞不定金寶了 我是很謝謝她的好意 只不過 我看應該一下子啊 就認輸出來了 是嗎 你對陳姐這麼沒有信心哦 我跟她共識一段時間了 我發現她的生活幾乎都在工作 根本沒有什麼照顧小孩的經驗啊 哥哥 哥哥 什麼 我我我會分男生廁所女生廁所了 都是姐姐教我的 陳姐 沒想到你有辦法讓金寶聽你的 通常這個狀況 她會講話不講話 金寶很棒啊 我一叫她就會了 金寶 你是不是答應姐姐 要自己再畫一次 然後把他們記下來啊 對 好乖哦 好啦 時間不早 那我先走了 宇文 你送送陳姐啦 不用麻煩了啦 沒事 我送你去檢驗站吧 謝謝 金寶 姐姐走了 拜拜 自己拜拜 拜拜 拜拜 金寶 這些都在你畫的哦 好厲害耶 我現在知道 男生廁所有煙斗 煙斗 然後還有鬍子 今天不好意思啊 您能讓你好好吃頓飯嗎 發生這樣的事 誰也不願意啊 不過你又要辦案 又要照顧金寶 真的很辛苦耶 你有沒有考慮 讓她去上特殊教育的課啊 這樣她也可以學到 比較多東西啊 當然有啊 不過以她的年紀 我怕她會不願意 你有問過她的意思嗎 沒有 根本不敢問 我怕她會以為我不理她了 所以要把她送到別的地方去 而且到陌生的地方 我真的很怕她會不適應 對了 忘了問你 你今天怎麼那麼有辦法 知道怎麼樣對付金寶 怎麼了嗎 對了 這是金寶剛剛要我幫她保管的 忘了拿給她 你幫我拿回去吧 你手怎麼那麼燙啊 不會嗎 可能因為我熱情吧 我是認真的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還好啊 可能之前比較累 都沒什麼問題吧 沒事就好 你先回去吧 也讓你小姐早點回去休息啊 好吧 那我先回去 你回家路上小心 不管如何 今天很謝謝你 我改天再正式的 好好的請你吃個飯 不說了 不要這麼客氣了 快回去啦 好啦 我先走 拜拜 拜拜 看她樣子好像發生了 我知道了 我也覺得她這兩人身體怪怪的耶 好啦好啦我會注意的 謝謝你喔 拜拜 謝謝你喔 我注意什麼 注意你 真的有發燒耶 洆湊說你發燒了 要我多注意你 她特別打電話來關心你 你現在有人關心 不需要我這個妹妹的 你 你呢 說什麼 好啦 我跟你開玩笑的啦 你記得要泡熱水澡 多好溫開水 明天帶金寶來店裡 還有生日快樂 謝謝 金寶 我回去了 為什麼我問到她 怎麼有辦法應付金寶的時候 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生日禮物都是當天送的 有人隔天送嗎 這是心意的問題 劉允雯應該不會自毀吧 這全身酸痛 沒力氣 還有點咳嗽 不要安心啊 我吃過什麼啊 那我下午 那我下午過去接金寶 早上還有一些花藥送 不用啦 我讓她在家裡看電視就好了 沒那麼麻煩 好啦好啦 就這麼說定了 我順便過去看你 等一下帶一點吃的給你 拜拜囉 不用 喂 喂 哥 要去花點了 金寶 乖 你在家看電視 見不去了 為什麼 好舒服哦 玉玉哥今天有點不舒服 也有點不舒服 你聽話 明天再帶你去 好不好 還有金寶 哥跟你說過了 自己吃完的垃圾 要自己丟掉 不要搞到地上桌上都是嘛 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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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每個月不舒服的時候 總是讓人困擾 現在有了月舒適 幫你解決 每個月不舒服的問題 楊瓶 等一下 你們怎麼會來避檢訊 我們已經打聽到牛一萬的下落 我們來真是搜索票 但是劉璟他不在 我們又聯絡不到他 劉璟人不舒服要請假 已經確定牛一萬的下落了 目前已經知道 但時間有點急 好 我馬上開給你們 然後跟你們一起去 真正 牛一萬是一個亡命之徒 你跟著我們去太危險了 我會注意 小偉 你先去向法官申請搜索票 給我聽清楚 書記官已經給我消息 檢察官已經開好搜索票 前往你們那邊去 你們趕快離開那個地方 好,我知道了 天哥 好,長足見 有東西帶走 我們趕快離開這裡 是 聖姐 這裡就是牛一萬藏意的地點 請同仁守住電力口 我們從樓梯建設去 是 你們兩個守住電力口 是 請 警察 陳姐 房間裡面沒有人 大瓶 馬上 把現場所有指紋踩刺一下 回去過濾看看 牛一萬有沒有在這裡待過 是 啤酒还是冰的 表示人才刚走不久 陈姐 陈姐 小姐 走去跟陈姐 是 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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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发现啤酒是病人 应该才离开没多久 如果我们早一点闹的话 他们就跑掉了 感觉他们是很从容地离开 仿佛知道我们要来的 你们想想看 既然在喝啤酒 表示心情很轻松 那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的 如果他们是原本就要离开的 应该会把啤酒喝完 可是并没有 我们会去这附近的便利商店 代理监视器 看是什么而买那些啤酒的 陈姐 根据指纹监视报告显示 酒瓶上面有两个指纹 一个是张永芳 一个叫戴秉腾 他们两个都是通缉犯 根据我们调查 这两个人都是跟着牛一万 怎么说 牛一万军时带过那个套房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陈姐 你不是怀疑我们警方 是这样吗 怎么可能 附近的监视器 有没有拍到他们离开的方向 知道他们坐的是张车 至于往哪个方向 就不是很清楚了 没想到检警动作这么快 马上找到你们了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大不了搁拼了啦 阿姑 小五 才不是跟你们说过而已吗 不要到处乱晃嘛 到时候被人家举报怎么办 还好有毛敏华通知 要不然啊 我们今天全部都在殡仪馆 是 天哥 我们打听到周晨常出入的地方了 很好 继续跟着他 我要他任何的一个消息 我要看他跟什么人接触 天哥 让我去吧 阿姑 我是要他的钻石 不是要他的力 你是怕我冲冲干掉他 我冲冲 先生 先生你还没结账 刚刚把... 谁啊 老婆 先生 发生什么事情啊 先生 他是你的家人 他是我弟弟 他做了什么 他在药妆店里拿的东西 没有付钱就离开了 店家报警 我们要查他手上的东西 他屎都不肯放 我们是医医的名牌 找到最爱的 哥 姐 姐 我... 我忘了付... 哥,要问多少次啊 买东西要记得付钱啊 你怎么老记不住呢 买了什么 拿出来 哥 哥 你不舒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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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不好意思 我弟弟的 有学习障害 有学习障害 就可以偷东西吗 是 到底是我们的骄傲 是我们不对 不好意思 先生 偷欠的是公诉罪 發生什么事情啊 卿衣 再好 你怎么打了别人的东西 没有付钱啊 偷就是偷,说什么拿啊 他要智商不到六岁 你有必要对他要求这么高吗 如果换成是你的家人 你也是这种态度吧 行 是我们的队 他没有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算了,算了 你们要把他交好嘛 不要让他随便拿拿东西啊 方老板,你的意思是 就当我没看到 没把钱好了 法律不外乎人情嘛 算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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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道理说 我们是不能放人的 但你看他这种情况 我希望检察官也会不起诉图分 以后不要再让他这样走 是 是我没交好 是我不对 好 还麻烦你们跑这一趟了 真不好意思 我们收队 是 谢谢 Cheers hurry 刁抱 进·部 进来啦 реш 接 我 padding 你出不多少次 你要什麼東西也跟我說 你買東西就是要付錢 沒有付錢就叫偷 不舒服 我是不舒服 在是我溜家 沒有當小偷的小孩 如果你要這樣子 你就出去 不然你叫姐媽一抓起來 你不要這樣對他說話啦 他被剛剛那的事情 嚇到嚇死了 你不要這樣 離開你多久 手才會放手 不是 是否我在你的心裡 還有一點痛 愛情隨風 金寶 永文生病不是吃這個藥 哥 不舒服 我 要吃 要… 我知道… 媽 生氣了 哥 生氣了 金寶 沒事了… 沒事了 好… 還靠近佐童 來… 看見你房子 還靠近佐童 這回憶多麼美麗 刺痛我心痛 我心痛 好,欣欣姐沒問題啊 交給我就行了 你先為華天忙吧 金寶,要記得乖乖聽話喔 我知道 不要隨便亂拿人家東西 阿婷,有人幫我洗車 老闆好 大哥 把車子給我洗乾淨 裡面的髒東西都給我扔掉 兩個小時以後我過來取車 是,大哥 好 金寶,趕快洗車 好 好 好 阿婷,什麼 喜歡嗎 喜歡 大哥說髒東西又不要 送你 謝謝阿婷 趕快把垃圾拿去旁邊放 趕快過來洗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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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有蛋豬耶 蛋豬送給你啊 好,謝謝 好,謝謝 阿弟,還在信 然後還沒回來 我去買個東西 一發現人就馬上打電話給我 是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現在需要什麼花嗎 自己看看 是 是要送給長輩還是情人 仇人 先生,你是開玩笑吧 這邊有沒有什麼劍嵐啊 劍嵐 你是說像一般祭拜仙人上香食 都會送劍嵐嗎 其實喔,劍嵐的花語是熱戀 並不適合送你的仇人喔 劍嵐是代表熱戀 怎麼這麼有意思啊 每一種花都屬它的意思在 還真有意思 好啦 你幫我包一下看什麼花 反正我是要送人 好 先生,如果有香食草就好了 香食草又是什麼意義啊 同情,同情你的仇人 還是我幫你包玫瑰花 玫瑰花什麼人都可以送 劍嵐 早安,我們要回家了 阿弟,我們走了 明天找你來喔 拜拜 拜拜 董寶 大哥 車子我打完完了 鑰匙在裡面 車裡面也被我清乾淨了 董寶,不錯 有前途啊 東西了 藏在小熊裡面 去拿出來看 老大,小熊不見啊 老大,小熊不見啊 東方,我遭到小熊了 阿哥怎麼小熊啊 阿哥怎麼小熊啊 阿哥,抓住了 你哪一隻啊 老大 你叫誰啊 你叫誰啊 出手 把他壓倒 是 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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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是洗車的小弟 洗車小弟 他們抓走大哥做什麼 大哥要那隻小熊做什麼 什麼黑是黑啊 阿滴,熊耶 你喜歡嗎 喜歡 送給你啊 謝謝阿滴 金包 好 最有名死者你都認識嗎 是,他是我大哥小弟 所以你一直跟周城 誠哥是我大哥 其實跟他也說不上幾句話 我只知道大家都叫誠哥 平常他們都是把車子開來 我幫他們清洗的 押走周城的人你認識嗎 這我真的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激 為什麼周城兩名小弟被開槍罵死 而周城只是受了槍傷被押走 這我真的不清楚啊 喂,陳姐 我看了前方的監視器 好像是朱誠天坐車來到這裡 下車開槍的人也是他 另外,他來這附近已經很久了 好像是在等周城 所以他才有時間 到前面的花店去買花 前面的花店 是不是前家原花店 陳正怎麼知道是前家原花店 知不知道朱誠天車輛離開的方向 往前方我都不離開 我已經讓圓景 徐憲著調越 車輛離去的方向 應該很快就會查到 他們是往哪個方向去的 所以他們車輛離去的方向 另外調越周城的童年紀錄 看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的原因 是嗎 主任 目前檢方鎖定 朱誠天手中握有一批裸鑽 交給周國強去檢定 周國強死後 這批裸鑽下落過敏 很有可能 朱誠天再找這批裸鑽 另外 上次在酒店 被阿牛開槍殺害的男子 外號叫米姑 在道上是負責囂張的 很有可能 是朱誠天向他詢問裸鑽的下落不成 進而殺害了他 又或者 他提供了裸鑽的下落 是在周城身上 好 這有可能 好 我們會想辦法找到朱誠天 否則 真讓朱誠天找到裸鑽 離開台灣 那很有可能 我們連理由億萬都抓不到 是 妖天 請監視組把報告送到地檢區 是 對 難道誠哥說我黑吃黑 是那根鑽石 那 那小熊裡面會有鑽石嗎 小熊現在在金寶那裡 拿到了小熊 自然知道裡面有沒有鑽石 有什麼東西 該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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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 你不能殺我 你要殺阿正啊 不管我就是要殺你 金寶你捨吧 你沒有蛋吃了喔 你都吃光了吧 我還有 你明明就沒有 我有啦 你明明就沒有 我還有 你們看 這明明就是玻璃珠嘛 玻璃珠也可以玩啊 玻璃珠 我們才不跟你玩耶 阿婆 你那個原來蛋豬呢 我們把原來蛋豬 全部都買起來好不好 好 我可不可以跟你們一起買起來 不行 因為你會亂說話 我不會 你明明就會 我不會啦 如果我亂說的話我就... 肚子痛 好 這是你說的哦 走吧 玻璃珠 原來的花啊 你外頭比較大 你會不會 我怕你 金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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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回家吃晚飯了啦 我先回家囉 謝謝姐 不要啦 我是跟你說不可以踩花圃嗎 我家會幫你錢的耶 你看你全身用得髒皮膚的 回家的時候馬上要洗手 把私藏的衣服換下來喔 知道了 走了 好 瓜哥 拜拜 拜拜 有啊 我剛剛從新聞報導 看到汽車場明暗的事了 那個被抓住的周辰 我見過一次 他確實是東冒的朋友 如果這麼東冒 離開遠一點 可是我覺得應該跟阿迪沒有關係 這個孩子很單純 他每天上架搬洗車放假的時候 他就跟金寶在一起 如果可以的話再麻煩你 幫我問一下林東媽媽 好 我在私底下問一下阿迪好了 那你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按時吃藥 好多了 心儀有買藥給我吃 吃藥之前先吃點東西 才不會傷胃啊 好 謝謝你的關心 明天我身體好一點 就回去上班了 不用急啦 你多休息 這個案子會多幫你看著點 如果有什麼新的進展 我再跟你說 好 謝謝 拜拜 喂 話都還沒說完 你就掛個電話 還沒跟你講生日禮物的事 回來了 喂 金寶 怎麼又沒一身那麼髒啊 金寶 你趕快去洗一洗 換衣服 快去快去 快去 請 剛看新聞報道 洗車場發生命案 好像跟阿迪有關 我想最近暫時別讓金寶 去洗車場吧 怎麼會這樣啊 文君正在調查 我也希望跟阿迪沒有關係 你說的話我會注意 最近我把金寶留在店裡 你不用擔心 好了啦 金寶在我這裡 難道你還不放心嗎 那我去做飯 我問你一次 我問你一次 我的東西在哪裡 你...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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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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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有拿你的鑽石啊 天哥 我再問你一次 周國強死的時候 你到處去找寶石鑑定師 什麼意思 天哥 我... 我... 我打敵鑽石鑑定 只是想跟小妮們幹比較大的 所以才會問鑽石鑑定師 看看價格 是什麼樣子 那就直接搶周國強的裸算 這樣你們也不用付太大的貢獻 我這樣說有錯嗎 我真的... 沒有跟周國強撥過面 你沒有 你手下有啊 你身上的血還能流多久 我不知道 你還有時間慢慢考慮 等到流光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說囉 天哥 天哥,求你放了 我一定幫你把鑽石找出來 讓我幫你補一槍啦 血流得快一點喔 你可能很快就會想起來啦 好 天哥 這個人喔 七月半夜不停死我了 用我的方法更快 我知道 我知道東西在哪裡的天哥 好棒 你知道為什麼不早點說呢 宮崎 我小弟把東西藏了一隻小熊 你... 小熊咩 我... 我藏不到那隻小熊 可能是被阿弟拿走了 阿哥阿弟啊 他是來洗車場 而我洗車的小弟 不是 我是洗車的小弟 洗車小弟 他叫什麼名字,住哪裡 我只知道他叫林東方 洗他老不吃他的天哥 還不住他是不是 不要殺我 不要殺 殺了他 我們就不確定是不是那個小弟拿的 我告訴你 我最好保佑你許留甘之血 讓我們找到那個 天哥 天哥 我已經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訴你了 天哥 就讓你保佑我,天哥 那個林東方 要先別打草氣著 他如果有繼續上班 就表示那一批不給他拿的 那... 要是他沒有上班了 他如果沒有去洗車場上班的話 就表示他拿了那批鑽石 要是他繼續上班呢 所以問他小熊的下落 那裡面那個傢伙 就不用留了 那我租成天天的東西 有那麼好死嗎 裡面那個人死了 你們就馬上離開現場 不要留下任何事 是 是 小熊的那邊 那邊 經過他你的家庭 派人所得的 我們自己那邊更加主力 好,那邊我來處理 不用 你手便 你也像新聞啊 現在警察也在處理 那你怎麼回事 你是怎樣的 好啦 老佬余的啦 老佄,你看 以前有人減 想不到健康 要快就坐到這裡 這樣怎麼穿過 不會啦,穿過 穿過絕對是讓我們開琴打的 你看,嚇死他了 我們如果有知道 先改改兩位 我們一定平安入夜了 現在衛星檢查 辛苦了 喂 健康一天的山腳 已經是整個山腳的 那人不用了 好 這是吧 這是 不是 請務重心 有兩名同事重槍倒下 嫌犯車號 RAA1506 黑色B字車重複 車號 RAA1506 請立即支援 到底 這裡很符合我們鎖定的 三條岔路其中一條 陳姐,我已經派人上去調查了 報告檢柱 同事派人上每個廢屋 我馬上上去 請原先派人在衛星檢柱 再衛星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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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姐,開始 陳姐,他死了 陳姐,這名單子就是朱承天在鞋上 傢似的周承 看來兇嫌 有意要讓死者折磨致詞 不願給他一個痛快 陳姐,這根本就是在放血嘛 這樣的說法 跟朱承天的牛一碗為死 對於殺人這件事 一點感覺都沒有 冷酷無情 聞到朱承天 已經掌握鑽石下落 耀婷 通知社的鋼琴鎖還尋屬 注意朱承天和牛一碗兩個人 不要讓他們偷渡出警 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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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飛機了 金寶 這麼晚了,飛機要休息 明天早在飛 不晚不晚 還可以再飛一下 就讓他跑一下嘛 時間那麼晚了 你這邊跑來跑去 你已經會抗議 還好,我跟他說 金寶 你等一下可以飛一下 不過要小聲一點 好,那我會小聲的飛好 是 飛啊 金寶 寫衣姐 阿弟,吃飯了沒 吃過了,我來找金寶了 來來來,請進 好 金寶 文哥 阿弟 我看過新聞了 你跟那個周辰到底什麼關係 你是叫他們幫忙 不 我 文哥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不懂事 怕被別人欺負,不交過他們 可是現在想要擺脫他們 但是他們不放過我 那你可以跟我說 我怕你生氣 好 你把你知道的名字全部公給我 你知道沒有 還有 你跟這件事情 沒有關係吧 文哥 他們有什麼恩怨我真的不知道 是真的 來,阿弟 我們來坐飛機好不好 不坐了啦 對了,金寶 今天下午給你那隻小熊呢 那隻小熊 在我房間啊 什麼小熊啊 今天我給金寶一隻小熊 可是很髒 想說洗一洗再還給他 我有看到 我來洗就好了 欣姨姐沒關係啊 我來就好了 那我帶你去拿小熊 好 走 其實阿弟很單純 他不會做犯法的事情 阿弟 真的藏在小熊裡面 金寶 這小熊裡面 有什麼東西 東西 我的可不可以跟人們一起排球 不行,因為你不會亂說話 我不會 你明明就會 你不會 我不會啦 如果我亂說的話 我就... 肚子痛 好,這你說到 沒有 沒有,我肚子痛 沒有 難道會掉在車上 還是洗車場 如果我待在車上 我應該會撿到 不然警方查車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 洗車場 金寶 你小熊我拿回去洗 明天再拿給你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陳姐 又是寫一個劉寫的卡片啊 周小文怎麼又是你啊 你專門來嚇人的啊 那你可不可以 不要每一次看東西都看 那麼入名啊 我幫你放劉簡桌上 不用啦 是想要送給劉簡生日禮物 劉簡生日已經過了耶 生日過了再送生日禮物 這樣不好啦 誰說的 明天都這樣傳說啊 我們不知道 那不然你把這個禮物 當作平衡東西送給他就好了 送什麼啊 不告訴你 不說就不說 這個是 朱誠天跟牛依腕的資料 還有周誠範的集團的成員 朱誠天已經把周誠給殺了 所以他很有可能已經知道 那批鑽石的下落 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朱誠天 才能夠想辦法爛截那批裸鑽 阻止他離開台灣 你怎麼那麼有把握 他要拿到鑽石 才會離開台灣啊 他必須要有那批鑽石 才可以到國外下擾過日子啊 否則的話 他沒有必要冒著被抓的風險 繼續留在台灣 報告 小鈴 陳姐 我們抓到牛依腕的手下 現在在家裡偵訊 看能不能問出 朱誠天與牛依腕的藏匿之處 好 我們去世行大 走 陳姐 這兩個小鬼口風很緊 打死都不肯說出 朱誠天的下落 在他們身上 你們查到什麼清楚 沒有 但是我有請家裡去調查 他們手機的發報地點 根據這個發報地點 應該可以找到朱誠天的住處 陳姐 查到兩個通訊地點 一個是嫌犯居住的地方 一個是接受訊號的地點 小鈴 盡快申請搜索 謝謝 敏花 這...這是發行趕 有實效性的 爸爸,你馬上幫我申請 要抓誰啊 應該是抓走你那個人 還有一個叫朱誠天的 朱誠天 我要快點通知他 敏花 你怎麼了 好,我現在立刻送去法官 那邊 什麼 好,我知道 毛智賢他女的說 檢察官已經開好所有票 毛智賢來了 他們怎麼會這樣 你就還在 兩腳毛也有膨脹 這些警察 想找我們也不是很困難 我告訴你 有這個書機館敢在逛三天 如果不好 沒有,要讓誰出賣了 我們也不知道 還有 你們兩個小孩 已經去那裡了 他們兩個也不知道 你住在這裡 我知道 你們還在家裡 想要找我們 有辦法 我們趕快去找 好 好 天后,你是怎麼了 沒事啦 你一定有事不跟我說 對不對 請你回家再告訴我們 標挺 請同仁封鎖轉動大樓 是 封鎖轉動大樓 是 上 起床 陳建 往前沒人 陳建 這邊也沒人 陳建 這邊也沒人 讓你 請建設主委 謝謝 謝謝 天后 你是怎麼都沒話說 我說了 是要說什麼 我打算 這輩子的選手 打手之後 就在說話 快去換我說話 誰知道 在我做事 在這輪門前 竟然會不會拿去 不怕的路 還不知道 天后 你現在身體這樣 不會再喝了 現在在喝的時候 就盡量喝了 也不知道有那個名字 幫我拿到選酒 結果好好喝一下 鳳姓 我一定想辦法 跟選酒拿回來 喂 喂 好,我知道 我會告訴天哥 嗯 現在 天后 毛子欣卡丁會來 說新聞報道 說組成人事 這樣是不是代表 我們的選舉就是組成人 他欠我們的法國班 是不是可以當選人家嗎 毛智賢 有一次女後的蘇姬觀察不見了 我們不可以 這麼簡單幫你什麼 你告訴我 我們選酒拿到 就要應付多少錢 好 好 有什麼事嗎 主任 已經兩次了 一次是抓牛一彎 一次是竹成田 我實在想不通 為什麼總是能在我們到達之前 他們很從容地離開 你是懷疑事情大的同仁泄露情字 可是耀婷他們都在我的身邊 所以不可能 還有誰能向他們風風暴行 如果他們總是能夠早一步知道我們前景的行動 要抓到他們真的很難 文俊 你仔細地回想整個逮捕行動的流程 看看到底哪個環節出而中過 要離他們跟我們那麼久 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我也是這樣想 但是警方的行動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還有誰會提前知道行動 曉雯會去申請搜索票 但曉雯也不可能 曉雯 去查一下法官和蘇敬哥 看了一些搜索票是誰簽罰的 雖然是誰簽罰的 一位小的地方 會被一聲 在這裡 要找到我 你不可能 我現在要找到我 我先找到你